- 彩虹的彩虹 哈囉大家好 水星的魔女來到第17話 延續上一話米耀靈涅與普洛斯佩拉的交易 這一話最後的發展簡直讓人胃痛到不行 先來說說普洛斯佩拉與米耀靈涅的交易 普洛斯佩拉希望米耀靈涅當上總裁 接手完成極境零號的計畫 但附帶條件是還要讓風靈再戰鬥一場 而米耀靈涅是希望普洛斯佩拉不要再把蘇萊塔捲入計畫之中 普洛斯佩拉還好心的提醒米耀靈涅 蘇萊塔不知道會不會乖乖的從風靈上面下來 為此再聽到了蘇萊塔與古爾在溫室前的對話 才讓米耀靈涅下定了決心 為了要保護自己真是的蘇萊塔 米耀靈涅決定要讓風靈敗下陣來 再來是對蘇萊塔的影響 這一次戰敗的打擊對於蘇萊塔來說絕對是巨大的 雖然大家都在說蘇萊塔心目中母親是第一位 第二位是風靈再來才是米耀靈涅 但是其實在蘇萊塔意會到自己敗下陣時 最先想到的不是風靈會被奪走 而是無法履行自己跟米耀靈涅的約定 顯示出來其實在這個時候 米耀靈涅在蘇萊塔心目中的地位 已經等於風靈甚至大過於風靈 其實這一話開頭兩人在走廊間的對話 蘇萊塔就隱約暗示了生日當天蘇萊塔想向米耀靈涅求婚 對於蘇萊塔來說風靈是家人 而決鬥當天是米耀靈涅的生日 蘇萊塔在這場決鬥之中最強烈的願望就是贏下決鬥 並且與米耀靈涅結婚 到時候米耀靈涅也會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家人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蘇萊塔是衛冕者 但是蘇萊塔自始至終都沒有把米耀靈涅當作獎品看待 雖然最初成為衛冕者也是一場意外 在第三話時蘇萊塔知道米耀靈涅非常不想跟衛冕者結婚 只是想逃往地球 心裡也是尊重米耀靈涅的意願 所以在決鬥中最後一集的時候 蘇萊塔的最後一句話不是 我一定要跟米耀靈涅結婚 而是說出 在故事的進行中 因為普洛斯佩拉與蘇萊塔的互動太過搶眼 常常忽略了蘇萊塔的成長 現在回頭看第一話的話 就能夠發現其實蘇萊塔有很明顯的變化 從第一話那個開學犯色孔只想交朋友的女孩 結果意外的獲得了新郎的頭銜 第三話時兩人建立了交易關係 到第七話在貝納里特集團的募資宴會上 交會蘇萊塔必須抬頭挺胸的是米耀靈涅 為了保護風鈴與蘇萊塔米耀靈涅成立了鋼彈公司 蘇萊塔也逐漸意識到米耀靈涅對於自己來說是重要的人 第九話面對沙迪克時蘇萊塔開始以新郎自居 在第十話因為被米耀靈涅冷落而生悶氣 第十一話兩人好不容易確立的關係 到現在已經準備勇敢的向喜歡的人求婚 雖然來到學園是母親的決定 但是喜歡上米耀靈涅 想與米耀靈涅在一起不是母親的命令 而是出自蘇萊塔的真心 從蘇萊塔的視角來看 這樣的付出結果一口氣失去了風鈴 又被自己所珍視的人給背叛 真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一無所有 面對這種打擊一般人都很可能再起不能 更別說是內心非常脆弱的蘇萊塔 蘇萊塔崩潰的表情也讓大家想到 大和內老師經典的王之力吧 說到聲有梗的話 就會想到來自深淵烈日的黃金香之中的媽啊啊了吧 米耀靈涅這邊其實也很不好受 為了保護蘇萊塔也是下定了決心 上一話就看到蘇萊塔每天三瘋的問候簡訊 細心照顧的番茄 還有自己變乾淨的房間 就能夠看得出來 蘇萊塔是多用心在遵守跟自己的約定 這一話早上出門 還看到蘇萊塔性匆匆的在門口接自己上學 原話是還發推特表示 蘇萊塔與米耀靈涅兩人在樓梯對話的場景 有得到來自作畫監督 要把米耀靈涅的大腿表現出豐滿的感覺這樣的指示 可以感受到坐肩對於米耀靈涅大腿的熱情 能夠畫出這個場景真的是太好了 在聽到古爾與蘇萊塔的對話之後 知道了自己在蘇萊塔心中的份量 也讓米耀靈涅下定了決心認為讓蘇萊塔幸福的方式 就是遠離鋼彈以及不再被母親所束縛 結果就是米耀靈涅不由分說的就直接把蘇萊塔給甩了 走上了跟雙標臭老爸一樣的老路 貝爾梅利亞安裝在風鈴上切斷連線的軟體 應該是怕蘇萊塔起疑 圖4還特別用了蘇萊塔送的冷酷軍與熱情軍來做設計 最後米耀靈涅說的水星來的鄉下人 也是直接致敬了第一話 水星人真是古板 為了致敬這一話的名場景 行不易平老師也在推特上特別畫了一張冷酷軍 其實讓風鈴敗下陣來 對於米耀靈涅之後的總裁選舉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起手式 打敗風鈴也助於提高傑特克公司岌岌可危的聲譽 薩迪克與佩爾公司組成同盟 而這邊米耀靈涅則是跟古爾達成的約定 鋼彈公司之後可能會併入傑特克企業之下 古爾與米耀靈涅離開決鬥委員會的場景也對應了第一話 只是角色從蘇萊塔換成了米耀靈涅 但同樣都是在說普洛斯佩拉的事情 在隱憂的部分 就是鋼彈公司少了風鈴的話 其實就是一間空殼公司 關鍵的槓的技術 還是掌握在普洛斯佩拉跟貝爾梅里亞手上 不過為了能夠讓米耀靈涅選上總裁 普洛斯佩拉肯定還是會提供資源 只是現在風鈴打書被傑特克公司給收走 不知道地球宿舍的同學們之後 會不會願意跟著公司總裁米耀靈涅 一起併入傑特克企業旗下 這邊講個題外話 在得知蘇萊塔戰敗之後 仔細看的話除了雀丘 奧傑洛也在冒冷汗 平常總是押住風鈴贏的 結果沒想到這一次被自己的老闆給陰了 接著就是古爾的部分 雖然尼歐替古爾保留了學生的資格 讓古爾能夠回到學園 但是古爾決定接替傑特克公司總裁的位置 未來肯定就不會再回到學園 不過離開前還是想來學園看一看 再一次來到溫室的古爾已經跟過去不同 不但阻止了準備對蘇萊塔動出的強化人5號 還說出了帥氣的台詞 接著又跟蘇萊塔表明自己的心意 雖然被發了好人卡 但是也坦然的就放棄了 還很有氣度的承讚對方 這麼直率的男人也難怪 在傑特克宿舍會這麼有人望 另外在這一話還登場了短髮的新造型 待遇真的就像是製作組的親兒子一樣 決鬥的部分 古爾這次搭乘的是修復過後的達里巴爾迪 取消了光速場景的設定 改裝備了遠程用的光速步槍 兩側的盾牌面積也有了提升 但是沒有取消搭載之前父親所安裝的AI 而本來很排斥使用AI的古爾 為了要打敗風鈴也放下了自尊心 也好在有這個決定 AI在決鬥之中真的有幫上古爾的忙 為了要慶祝達里巴爾迪在一次登場 行步一瓶老師也畫了一張賀圖 這一次決鬥的場地也是與第一話相同 都是第13戰術試驗區域 古爾在決鬥之中 除了在跟蘇萊塔戰鬥之外 也在跟自己戰鬥 過去不小心殺死父親的畫面 不斷地出現在眼前 也影響古爾的發揮 在風鈴開啟Lv6的時候 達里巴爾迪的子機被奪走了控制權 看來只要是利用無限控制的武器 都會有被風鈴蓋台的機會 而古爾的實力也真的是貨真駕駛的 目前在決鬥之中 不使用槓的技術 還能夠這樣跟風鈴打成五五開的 好像也只有古爾能夠辦到 其實決鬥過程之中 一直很擔心古爾的安危 因為開頭風鈴只是一槍 就把達里巴爾迪的盾牌給融化了 在最後階段 應該是米耀里捏生日的關係 雖然他使出全力想要結束這場決鬥 還把光束步槍組成重砲形態 打算給古爾最後一集 仔細聽的話 背景的BGM還是艾莉的楚行曲生日快樂歌 在第十二話時 奧爾科特就有觀察到他的威力 雖然是非實戰用的能源出力 但是稍微摸到邊緣就會立刻融化 就算決鬥的MS 都有安裝不能夠狙擊駕駛艙的軟體 但是這也未免太危險了吧 藍光板為了還原駕駛艙不能瞄準的設定 還把第六話鐵漆本來被光束燒開的駕駛艙給修掉 另外可能是貝爾梅莉亞長得太像伊蘭回憶中的女子 這部分也做了修正 直接讓伊蘭想不起來對方的長相 再對上伊蘭原本的台詞 曾經有人也為我慶祝過生日 這樣讓台詞看起來比較自然一些 結果就如同普洛斯佩拉所預測的一樣 風靈在這一戰之中猜測應該是達到了刻痕等級Lv.8 機體從Lv.6的藍色光芒變成了白色光芒 而坐在穿梭機上的普洛斯佩拉的頭盔也閃過了類似的光芒 就在蘇莱塔開火之前 米耀里涅接到普洛斯佩拉暗號啟動了城市 直接讓風靈停了下來 古爾才有機會砍斷風靈的天線 某種程度上來說 這一次貝爾梅莉亞替米耀里涅安裝的後門城市 也算是救了古爾一命 其實古爾換髮型跟決鬥的部分 還讓我想到以前也是由日升動畫推出的閃電霹靂車 劇情有很多像是之處 有點不理得迦赫的感覺 角色同樣都是挑染 迦赫因為賽車失去了像親人一樣的朋友 古爾則是駕駛MS失手殺死了父親 在閃電霹靂車OVA信片的最後 迦赫也是替了法換了新的造型 荒芽與達里巴爾蒂一樣搭載的都是完全型AI 對面的阿斯拉是成長型AI跟風靈有點相似 還都是藍白造型 劇中也都是魔王姬的形象 兩人都是必須直面過去的陰影 最後是由迦赫拿下了冠軍 而這一話則是由古爾贏下了決鬥 這一話最神秘的果然還是普洛斯佩拉 上一話才推測到艾莉重生的方式可能跟蘇萊塔有關 但是這一話普洛斯佩拉卻很乾脆的就放棄了蘇萊塔跟風靈 目前大家猜測的方向都是風靈之中的艾莉已經達到科痕等級LV8 在風靈上安裝的軟體就是用來將機體之中的艾莉給移出風靈 目標應該是在之後要將艾莉加載到極境0號之中 普洛斯佩拉也曾經提到過米耀靈念的母親 並且向米耀靈念提到極境0號其實是他母親提出的計畫 搭配上搖籃之星的時間序 在風靈完成開發之後 普洛斯佩拉往返於地球與水星之間 如果剛好有接觸過米耀靈念的母親 或許讓普洛斯佩拉想到 能夠利用極境0號與剛的風靈頭網路 來實現復活艾莉的目標也就不那麼意外了 而在系統被切掉之前 蘇萊塔聽到了艾莉說了一句對不起 感覺能夠有很多種解釋 之前有提到在搖籃之星的小說之中 是以風靈的視角記錄著蘇萊塔的成長 其中有說到風靈知道母親的復仇計畫 而現在大家都知道風靈就是艾莉 所以也能夠想成是 艾莉知道這次母親安裝軟體的計畫 艾莉的對不起可能是 只無法違抗母親的命令 而害了蘇萊塔輸掉了這次的決鬥有關 而蘇萊塔肯定不會就這樣離開主線故事 目前還有幾個地方沒有解釋過 就是實際上能夠跟風靈對話的人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只有蘇萊塔能夠辦到 之前地球宿舍的阿莉亞也替蘇萊塔占卜過 蘇萊塔有一個手足 但是到目前為止 普洛斯佩拉都沒有告訴蘇萊塔 風靈之中有艾莉這件事情 在失去一切之後 如果沒有地球宿舍的同學 或是其他人的幫助 蘇萊塔肯定又會回頭去找普洛斯佩拉 希望米耀靈念有準備之後的方案 只怕這樣的發展 其實也是普洛斯佩拉計畫的一部分吧 然後就是目前還沒有登場的戰棋鋼彈 從之前模型推出的宣傳圖 在對比達里巴爾迪 可以發現身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頭部的天線後面是圓環的造型 胸部以及當部 還有腳部裝甲設計的方式類似 手甲部分看起來是直接沿用達里巴爾迪的零件 這架機體應該有很高的機率 是傑特克公司利用風靈的機體 所改裝出來的最新機型 網友也分析出戰棋的名稱Shawzette 後面的at這裡的詞綴 在英文中有小的 女性的 仿製的三種意思 米耀里捏只是答應成為古爾的未婚妻 兩人並沒有結婚 只要還是未婚妻的狀態 身為衛冕者的古爾 應該會繼續接受集團內的決鬥 加上機體上的重型武器 應該有很高的機率 會是由古爾駕駛的機體 過去的鋼的FOMATO系統 繼續用達里巴爾迪的AI來替代 而且在第二話的魔女審判之中 普羅斯佩拉有答應提供集團有關的相關技術 在第三話時 作為答謝維姆在議會中替自己生緣 有給維姆一個隨身碟 猜測裡面就有可能裝有風靈的相關技術吧 或許達里巴爾迪的紙機 以及戰棋鋼彈 都是參考裡面的資料改良出來的 而按照萬代的套路 到現在還沒有揭曉的 7月發售的預購商品B 應該有很高的機率會是全新的風靈 至於怎樣讓成長過後的蘇萊塔 再次搭上新的鋼彈 就看大和內老師 還有製作組的安排了 希望是能夠成為 不輸給自由鋼彈登場的名場景 因為蘇萊塔真的是太苦了 然後更苦的是 下一週水星的魔女是特別翻 停播一次 下一回的標題是空空如也的我們 應該就是蘇萊塔與地球宿舍同學的回合了 在總裁跳槽失去鋼彈的情況下 大家該如何再次站起來 大家就敬請期待吧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囉 掰